劳工部5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虽然通胀居高不下 外界担忧经济放缓 但是4月份全美就业市场依然稳定 数据显示 4月份全美新增就业岗位42.8万 略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的40万 当月的失业率维持在和前月相同的3.6%水平 略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的3.5% 分行业来看 几个就业岗位增加较多的行业 分别是休闲和酒店业 制造业 交通和仓储 职业和商务服务 财务 健保 以及零售 另外在工资方面 全美平均时薪环比增长0.3% 同比增长5.5% 但是这一增速仍然低于通胀率 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一季度GDP意外萎缩 另外在联储的大幅度加息之后 市场对经济前景悲观 美股5月5日已暴跌暴收 阶约4.5% 公布的颁拜价 利用消灯 适量链 预抬八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